歡迎各位遠遊收看 我是你的愛情院長李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就是 第一 為什麼你沒辦法去放手呢? 第二 為什麼明明你都這麼努力去放手 但是都沒辦法變得開心 第三 究竟怎樣做 你才可以成功放手呢? 如果你想快速地學習我的戀愛技巧 可以按旁邊的1.5倍速 又或者2倍速去觀看 回到這個主題 這段時間你是不是都是這樣呢? 為什麼他不回覆我的訊息呢? 可能他有其他事在忙 這段時間他應該看了我的訊息吧? 我一個人真的很累很想放手 哼 很厲害嗎? 難道他以後真的不管我? 算了 今次我真的不會再理他了 你是不是在忙? 吃了飯了嗎? 你終於回到一句了 很開心啊 然後就不斷在這個週期循環著 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如果是的 在下面留言 打個yes給我知道 明白的 其實去到一個無力感很重的時候 你都很想放手 因為你真的提不起勁 再這樣掙扎下去 但是 為什麼你一直沒辦法放手呢? 首先你要知道一件事 人是情感的動物來的 情感的釋放是天生的一個能力來的 在我們腦裏面的結構 最深層的部分 主要是感覺、直覺、情感等等 你不需要特別訓練他 他也有的 而且你越放任他 他就越澎湃 另外一方面 一些理性 專注、自律等等 他們就好像肌肉一樣 本身可能是很弱計的 但是當你不斷去訓練 強化 他就可以阻止到情感無限擴大 亦都可以阻止你自己去做一些 你一般情況下不會去亂做的傻事 如果用健身的角度來看 情感就好像脂肪一樣 而理性、自制就好像肌肉一樣 要你每餐大魚大肉 喝珍珠奶茶喝可樂 一定很開心、很舒服的 嘿嘿,不是 但是要你戒糖戒甜 半年來 每一天都要做很多的大氧運動 你就覺得 不如一槍打死我吧 正正就是 情感的澎湃是來得這麼自然 情感的控制是需要這麼努力去鍛鍊出來 所以一旦分手之後 你往往很容易沉溺在一些不開心的情緒裡 很容易否定所有理性的說話 道理我明白了 但是我真的做不到 如果這部分你覺得說得不錯的話 在下面給我一個Like 還有留言說一下你的情況是怎樣 接下來我想說的就是 為什麼你這麼努力 但是還是沒辦法令自己開心呢? 李磚 如果你的脂肪論是對的話 明明我已經很努力去減肢 每天下班 找一些SIST 跟我去玩 去喝酒 讓自己的工作忙一些 甚至找其他對象 打算用新對象去忘記舊的愛情 但是還是失敗的 很多時候你實行的初期 你玩得很瘋癲的那一刻 感覺上真是很開心 很平靜的 似乎真是可以放得下 但是轉眼間你又開始傷心和想起對方 我感覺到 全部翻了 又或者就算被你這麼幸運 找到另一個人作為你的水泡 一開始可能你都會覺得 很開心 但是之後你又很容易又再跳掣 想起你的前任 甚至乎覺得前任才是最好的 大師 那問題出在哪裡呢 第一 因為你投入的時間有限 你消耗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你去玩 你去找人陪 你去旅行 他們帶給你的快樂和分散注意力 可能只是幾個小時 又或者只是幾天 你結識新對象 對方帶給你的激情 又或者被愛的感覺 都可能是三兩個月 但是你不要忘記 這種失戀 這種失去的強烈感覺 是一直存在在 當一切已經over了的時候 後者的感覺是不會消失的 只會突然之間再爆發出來 所以這個方法根本就是 治標不治本 第二 更加重要的是 只要有一些愛羅上面的衝擊 你的努力就會馬上白費 由於你的放手方法 不是由內到外的 不是透過提升你自己的理智 注意力去對抗失戀 而是依賴由外到內的方式 即是對方不找你 不聯絡你 不以任何方式出現在你的生活裡 所以只要對方以任何方式 例如出帖 表示自己過得更幸福 看你的限時動態 對你的帖 給like 重新去找你 約你 你之前做多少 令自己開心 一下子就會消失了 他這樣做 是什麼意思呢 你就會不斷去胡思亂想 轉流各佔 雖然我們經常說 不打擾是最後的溫柔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做到呢 所以你指望對方消失 讓你慢慢好 天真 看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是有預算的話 記得立即訂閱我這個頻道 按下旁邊這個鈴鐺 當有新影片推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了 好了 來到最關鍵的問題 究竟怎樣才可以放手呢? 關於放手的順序應該是怎樣呢? 之前的這條影片 我也有詳細解釋過了 所以我直接跳去結論 正確的放手順序就是 放手 重新建立和修正自己 重新上路 但是很多時候 遠有要做到 完全這樣去放手 跟對方完全區隔 不見面 不接觸 甚至 剷掉對方的社交平台 這一步已經完全這樣去卡關 以下就會提供兩種方法給你 令到你更加容易做到 第一 降低你的起步門檻 很多時候大家想放低一個人 往往都會把門檻設到很高的 一下子就想完全放低對方 情況就好像一個體肢極高的肥仔 他想一個星期之後 就變得好像見美先生那樣的身形 哼 正正就是一開始 他設定的難度太高了 所以一旦做不到 他就會覺得 唉 我是垃圾 但是其實你可以把整件事 慢慢拆細去做 即是怎樣呢 例如 你需要剷除對方的社交平台 而這一刻 你下不了手 那你可以先由 設定對方做 繁繁之交 設定對方看不到你的限時動態 等等的做法去做 讓你沒那麼容易看到對方的資訊 之後適應了這個節奏 才去剷除 例如你想跟對方斷聯絡 但是對方還會經常主動找你 那你便先拉長對方的回覆時間 例如你以前十分鐘之內就會回覆對方 現在就變成兩個小時 這樣去減少你們溝通的時間 去到最後才再斷聯 第二 提高可以接觸到對方的難度 例如你每天很習慣地看對方的社交平台 現在你開一個新的帳戶出來 Follow一些前任以外的其他朋友 然後把這個新帳戶封鎖你的前度 這樣你每次要看對方的東西的時候 你都要登出 登入你的舊帳戶 才可以看回對方的社交平台 這個增加難度雖然是很微小的 但是你做得越多這些繁複的小功夫 你就越能夠更加有效地去放下對方 希望你明白一件事就是 每個人變得強大之前 都會度過一段好像你現在這樣 很方寸大亂 很不知應該怎樣的黑暗日子 你覺得自己好像永遠沒有能力去承受 那麼多的改變 失去 沒有能力克服一切的挑戰壓力 你覺得自己沒有可能那麼堅強優秀獨立 我明白的 我曾經都是這樣 但是你要先相信 先實行 出人意表的結果 才會之後出現 生命從來沒有永遠過不了的難關 也沒有永遠離不開的人 只有暫時過不了的情緒 有時候有些事情 只要你很勇敢地跨過去 你就跨得過 有些人 只要你狠身一點 你就可以放得低 如果你內心是很軟弱的話 只要你經歷再多些 你就會變得更加堅強 所以你要在快不能走下去的時候 你要跟自己說 你可以說累 但是你不可以跟自己說 你不行 今集講到這裡 喜歡這條短片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和Like我這條短片 如果有什麼主題想說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另外如果你有什麼感情上的問題 尤其是關於失戀、復合 和如何結識異性的話 歡迎透過我的社交平台inbox我 我們下次再聊 Bye